妈妈躺在床上抱着刚出生的小婴儿 这样的场景是每个新生儿家庭的日常 但包裹婴儿的方式错误 有可能会导致髋关节脱臼 根据领口长根儿童骨科最新的研究发现 冬天出生的婴儿髋关节脱臼手术发生率 会比夏天出生的婴儿高出两倍 跟这个气温是息息相关 而且不是说刚出生那个月的气温相关而已 出生的后面三个月的气温更是息息相关 所以就代表说在后天家长如何去照顾自己的婴儿 它会很明显的去影响到一个疾病的发生率 家长照顾方式影响婴儿髋关节发育 婴儿从出生到四个月是髋关节快速发育期 若是大腿被局限在固定姿势 容易影响发育甚至脱臼 因此医生也建议了几个包巾的使用重点 脚要让它弯曲打开来放在M字形的腿 不要把它包太紧包太厚 这个疾病我相信就会大幅度的下降 多数家长担心天冷着凉 因此将婴儿包紧紧 但由于早期症状不明显 大多一岁过后会演变成脱臼 或是长短脚等症状 这时候就需要进行手术复位 因此医生也建议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才能避免开刀 轻微的髋关节脱位还是很难去检测 所以我们现在会去推广说 大家要来做髋关节超音波 那它是一个对婴儿几乎没有伤害 而且非常简单的一个检查方式 如何改善冬天出生婴儿 髋关节脱臼手术的发生率 需要家长在照顾上面多加注意 即使气温低 也不要把婴儿的大腿包太紧 让宝宝适当的舒展 才能让孩子健康成长 人间卫视成云亭秋奇恩台北采访报道